中東馬英九出席國家地理頻道 綻放真台灣舞 紀錄片首映記者會 與外交部長林永樂等人出席 共同為裝置藝術 台灣漁藥國際節目 三二一 請拉開 中東馬英九支持時 肯定台灣漁業的發展 各位都知道 從1971年 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代表權之後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 參加任何比較大型的國際公約 但是因為我們在漁業上 不可取代的地位 我們才有這樣的實力 只換成一個fishing entity 一樣的可以在這些場域 保障我們自己的權益 國家地理頻道 綻放真台灣 從2005年播出第一季開始 到現在已經播出四季 共十七部紀錄片 不但成功行銷 台灣國際形象 在國際影展 拿下14座獎項 獲得一百七十一個國家 以及商業觀眾 廣大回想及肯定 這次節目聚焦臺灣的魚 所都將臺灣遠洋漁船 跨國作業實況 帶到觀眾眼前 展現臺灣得天獨厚的魚類生態 還有養殖魚類科技的突破等 導演想起拍攝過程相當感動 我覺得非常感動 我可以參與他們這件事情 首次擔任 綻放臺灣推薦嘉賓的馬志祥 也特別出席記者會 表示受邀推薦節目十分榮幸 能夠透過戲劇 透過紀錄片 能夠讓更多人知道臺灣的美 所以我首先要向他們致敬 那我自己本身 當然隔行如隔山 那紀錄片確實是另外一個領域 但是有機會的話 我一定會自己也會想要嘗試 即將播出的全新一季 綻放臺灣舞《魚之島》 六集節目是外交部 與國家地理頻道首次合作 二月初將在國家地理頻道 全球首播 記者馬斯大陸 台北市採訪報導